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盘贝中国致力于打造有关国际投资的金融内源创新闻,我们的网站已经上线,最有钱的人有多有钱? 2017年,世界上最有钱的500个人资产,增加了1万亿美金,相当于去年的涨幅的4倍之多,蓬勃的Bloomberg Billionaire Index, 一个每天对世界上最有钱的500个人的资产进行排名的指数,相比去年增长了23%,相比之下, MFCI World Index,涨了20%,标普500也是涨了20%,个人净值涨幅最大的,当然就是亚马逊的创始人 了,2017年,德克人净值增长342亿美元,而如此大幅度的财富增长,也帮助 把占据世界首富位子多年的Bill Gates给挤了下去,德克人净值在11月底时超过了1000亿美元大关, 而目前,Bezos德克人净值达到了996亿美元,略高于Bill Gates的913亿美元,与Bill Gates相似, 索罗斯今年也捐出了大笔的财富,10月份,他的家庭办公室透露,在过去几年, 索罗斯下一个名为Open Society Financial的慈善机构捐出了180亿美元, 因此索罗斯在蓬勃的排名中,已滑落到了195位,身家80亿美元,截止12月26日周二, 这500位亿万富豪,一共掌控着5.3万亿美元的财富,相比2016年12月27日4.4万亿美元相比, 增加了约1万亿美元之多,中国鱼科技公司成最大赢家,在Bruno Billionaire Index中, 有38位中国籍亿万富豪,2017年至38位富豪财富,增长65%,是49个国家中增幅最大的,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的创始人许家印财富,增加了259亿美元, 较去年增长了350%,是2017年增长第二多的富豪, 仅次于亚马逊创始人Bellos,腾讯控股银河创始人马化腾的财富在2017年增加近一倍, 达到410亿美元,成为亚洲第二大富豪, 根据瑞银和普华永乐的报告,亚洲一万富豪人数首次超过了美国, 在蓬勃指数中,美国的富豪占到最大份额,包括159名亿万富豪, 而这些富豪的财富在2017年增加了3150亿美元,增长18%, 这让他们的总净值达到了2万亿美元,俄罗斯有27位亿万富豪上榜, 俄罗斯似乎已经摆脱了2014年普京决定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带来的经济麻烦, 27位富豪的总财富增加290亿美元至2750亿美元, 超过了他们在其邦经济制裁开始时的集体净值, 在2017年,科技巨头们也是最大的赢家,据蓬勃指数, 其中共有57位富豪来自科技领域, 他们的总财富增加了2620亿美元,增长了35%, 比任何其他领域都要高, 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Mark Zuckerberg是其中财富增加数额第四大的富豪, 他的财富在2017年增加了226亿美金, 上涨了45%, 扎克伯格同时计划出售他在Facebook的约18%的股份, 并准备圈出他726亿美元财富中的大部分财产, 这些人在2017年亏了钱, 法国电信巨头Patrick Druffy的财富, 下降了41亿美元, 跌幅达到了39%, 沙特王子, 沙特首富 在沙特凡佛运动中被拘留, 财富算是19亿美元, 达到178亿美元, 2016年8月, 在斯坦英霍夫国际控股二记丑文, 的消息爆出之后, 南非领首商Crystal Reiss的财富, 从顶峰时期的77亿美元, 大跌至18亿美元, 媒体剧头的日子则是几家欢喜几家筹,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母公司, 老板, 94岁的Somner Redstone由于其女儿与其他高管之间的不合而调出报单, 财富蒸发9000万美元, 86岁的莫多克则因将21世纪福克斯的娱乐基产, 卖给了迪士尼而增加了27亿美元, 一共有60位亿万富豪跌出榜单, 仍然在榜单上的富豪中有58位的财富缩水, 共损失460亿美元, 67位隐形富豪彭博指数发现了67位隐形富豪, 4月份, 文艺复兴科技公司老板Henry Loffer, 被认定为资产净值达到40亿美元, 同时有两位纽约邦地产道亨, Ben Ashknovic, Portolo winner, 登上富豪榜单, 另外还有几位科技初创公司的CEO成为义案富翁, 包括Roku Incorporated, 的CEO和Wayfair Incorporated的创始人, 另外, 由于加密货币风潮, 也催生了许多加密货币亿万富翁, 包括著名比特币投资人Tyler Winkervoz和 Cameron Winkervoz, 兄弟, 下面是部分Bloomock Billionaire Index版的内容, 盘贝中国致力于打造投资金融类原创新闻, 任何单位及个人如需转载, 趋势先取得盘贝中国授权后, 方策使用可转载, 任何未尽时刻的转载, 我们将诉诸法律途径, 具体转, 在事宜请直接联系微信公众号,